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 曾經針對台北市的住家 吃剩的綠豆 紅豆 花生的米 還有麵 這些去做檢驗 發現很多都有黃麴毒素 所以我們要記得 我們買的這些米 麵 這些粉 打開之後不要放在室溫下 最好能夠放到冰箱裡面 為什麼 12 度C 以下長霉 才不會分泌黃麴毒素